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根据韩国一起真实世界改编的电影 2008年真经韩国的巨额金融诈骗案 涉及受害者超过3万人 损失金额超过4万亿韩元 故事的开始,泰东一家三代人坐在一起幸福地吃着晚餐 突然,邻居破门而入,口中叨叨着什么都完了 泰东跟随着一群人找到了李江石 原来,泰东的亲戚把钱都给了他 泰东又把钱放到了李江石这里 通过存款的高额利息吸引了大批受害者 为首的领头人名为张斗七 他感觉时机已经成熟 将3万受害人的4万亿韩元卷走 泰东无法面对信任他的亲戚 也无法面对他的母亲 因为他将父亲的死亡赔偿款都扔了进去 中压之下,泰东选择了跳楼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爆出了新闻 因还不了债跳楼自杀的人多达十几个 张斗七虽然被全国通缉 但是并没有抓到人 男主名为黄志诚,是一个小偷小木的骗子 他的父亲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造假专家 人聪外号业务 这一天,有人找他接人生中最后一单任务 负责伪造张斗七的身份信息 只要完成,他的黑底将会永远消除 当他拿着假证件去找张斗七时 从此便再也没有走出过那个工厂 法医鉴定属于自杀行为 并没有他杀的痕迹 看着眼前不靠谱的验尸报告 黄志诚知道,凶手就是张斗七 于是,独自一个人前往了为父报仇 时间转眼过去了八年 在此期间,传言张斗七已经病亡 根据媒体的爆料 有人见到过张斗七并没有死 负责张斗七案件的人 是首尔特殊检察官普希珠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八年 但是媒体的热度并没有减少 最近,又因为见到张斗七的传闻和贿入名单曝光 普希珠再次调查了一大批政府官员 放出谣言的人就是张斗七当年的手下李江石 普希珠找到高层协商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高层承诺普希珠 等办完这件事,他会得到提升 再者说了,张斗七的事情闹大了 你我都不会好过的 普希珠有几个秘密手下 做事非常麻利隐秘 经常负责一些见不得人的人物 三个人分别是美女春子 队长高熙东和黑客金科长 这三位也是从骗子起家 时常也会去珠宝店骗点东西 根据资料的显示 张斗七案件之后 李江石在牢里待了三年 出来之后 参与各种赚钱的诈骗活动 目前从事关于房地产的诈骗行为 普希珠怀疑李江石手上有贿赂名单 趁着他带人抓李江石 手下三个人去他家找名单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没想到 被抓的李江石说自己被骗了 他在前几天偶遇了一个名为崔昌直的老头 欺骗老头说 自己手上有房地产生意可以投资 但是老头却说钱从国外打过来 国内的卡上有1亿韩元的贷款 必须还了贷款才能拿出5亿韩元 眼看着老头就要上钩 李江石自掏腰包 替他垫付了贷款的意义 在银行等待国外转账时 老头借机上了个厕所 之后便消失不见 再也找不到人 拿站满的三个人也是一无所获 通过视频监控 他们发现神秘男子黄志诚 从银行厕所走了出来 随后到李江石家中一趟 根据汽车牌照的信息 他们找到了黄志诚的住所 一番追逐 终于将黄志诚抓到 队长高熙东对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几年前就是因为他 才导致高熙东在牢里蹲了一年 也因为他 高熙东才会结识到蒲熙珠这样的高层 面对他们的审讯 黄志诚爆料 他在四年之前找到了张斗七本人 不幸的是 他被张斗七抓个正着 从那一次见面之后 他决定要重新布局扳倒张斗七 他的想法 正好和蒲熙珠不谋而合 蒲熙珠专门调查了他的信息 资料显示 黄志诚的父亲在八年前自杀 至于他父亲的名字并没有细查 这一天 蒲熙珠派别的大佬齐聚一堂 他将张斗七还活着的事情说了出来 认为做事就应该斩草除根 涌除后患 但职群大佬怕事情闹得太大 令他只处理掉知道消息的人 蒲熙珠敢怒不敢言 毕竟职位差的比较大 他还是私自决定干一票大的 有黄志诚这样的高手骗子 是很有可能勾引张斗七出来的 两个人很快达成了一支 黄志诚负责整个计划的部署 蒲熙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 首先从张斗七的手下李江石入手 高熙东和黄志诚假扮成兄弟 因为财产问题发生了争执 被故意关押在和李江石一个房间 将财产的事情故意泄露给李江石 再放出他最喜欢的不动产诱饵 诱惑他上钩 果然 闻到金钱味道的李江石主动上钩 在赌场巧遇假扮成赌场老板的黄志诚 同时派人在李江石的公司安装各种监控 黄志诚见面李江石 说自己现在不太想做不动产生意 眼看没有利益可赚 李江石主动提出 他现在手上有一笔遗产 正打算要投资在什么地方 顺着他的话 黄志诚说最近想找一个合伙人 因为赌场的生意要扩大 急需十亿来周转 收益率是六个月翻一倍 面对如此大的诱惑 李江石还是上钩了 晚上回到公司 就开始打电话借钱 可是一整晚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借他一毛钱 十亿这么大的一笔数 他只能找到张斗七才行 果然 电话另一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普希珠对张斗七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 张斗七答应了李江石的要求 不过先派手下考察一下 过程见 表面是一个有名的事业家 各种资料都无法证明 他和张斗七有过联系 普希珠知道张斗七做事谨慎 肯定会找一个不会有疑点的人 晚上 黄志成带着郭成健参观自己伪造的赌场 介绍主要赚钱不是来源于波彩 大部分收入都是洗黑钱 拿波彩当做幌子 将非法收入洗白 作为最大的骗子张斗七的手下 郭成健并不相信黄志成 他不相信天上掉下本的事 怀疑是故意接近的他们 黄志成知道 现在是在考验他 解释的越多 露出的马脚更明显 一旦消除了怀疑 便会十分信任他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引出张斗七 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被发现的接近他 春子的美色派上了用场 想要欺骗骗子 不能主动出击 要让他被动主动 春子在酒店碰到了郭成健时 将钱包偷走 然后交给金科长 再转手交到服务员手上 郭成健会把春子当做小偷 欺辱一番 当服务员送过钱包时 郭成健发现自己误会了春子 出于愧疚 他一定会主动找春子道歉 一下便把他吊上了沟 趁着他俩人喝酒 金科长顺手拿走郭成健的房卡 溜进去安装监听设备 黄志成在此期间 说要去泰国见一位交易人 金科长通过定位 确认了他确实在泰国 紧接着 安排高西东给媒体透露 张斗七还活着的消息 在由春子和郭成健约会时 故意打开播报新闻的视频 逼迫他给张斗七打电话 报告消息 这一切都在蒲西珠的监控之下 令他们不敢相信的是 张斗七竟然身在首尔 他正好路过郭成健的家 约他在附近的公园见面 蒲西珠紧急前往抓捕张斗七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不过他确信 那个人就是真正的张斗七 根据之前的考验 张斗七相信了黄志成 他让郭成健过几天去仁川岗见面 会有东西交给他 回到基地之后 蒲西珠的手下报告称 他在酒店见到了黄志成 和一名记者见面 那名记者就是一直追查张斗七的人 明明说是去了泰国 咱们就见了记者 手下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黄志成的父亲是业务 这个消息 令蒲西珠想起八年前的事情 当年 高层为了帮助张斗七逃亡 调动了金盆洗手多年的业务 出手伪盗证件 答应会把他的底子洗白 可是任务完成之后 蒲西珠的手下勒死了业务 伪造了自杀的假象 他现在知道了黄志成在搞动作 却不说透 顺水推肉 先结局掉张斗七才是最主要的 根据安装在郭承舰车上的定位 他们派人紧紧地跟踪在后面 在一家饭店的地下室 里面传来张斗七的声音 当黄志成要冲进去时 高西东在背后将他打晕 谱西珠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要灭掉张斗七 而是拿着张斗七这张牌 和即将竞选成功的议员做谈判 他解决掉张斗七 议员退位后把大权交给他 还想把张斗七的钱骗过来 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家伙 为此他和黄志成达成协议 他的手上有贿赂的名单 只要把钱骗到手 名单和张斗七的命都贵黄志成 这一天 郭承舰第二次找到了黄志成 说要做一笔大生意 将300亿在一个星期内洗完 并拿出了一箱一张一个衣的 可转让存款单 如果这次合作愉快 接下来将会洗2700亿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 黄志成也有了底牌 他向普希珠提出新的要求 3000亿要分一半给他 普希珠答应只能给出30% 黄志成却说 三人组每人分10% 他只要贿赂名单 不过普希珠只给了他一部分名单 剩下的 要等2700亿交易结束之后才会给 根据黄志成的判断 张斗七会将剩下的2700亿 自己想办法洗 他们肯定会通过过程件的公司名义 所以想要黄志成 他们接着洗2700亿 就必须把张斗七的后路端掉 普希珠动用自己手上的权利 第二天便查封了郭成健的公司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黄志成拿到名单后交给了记者 第二天 美子对此事件大肆报道 虽然普希珠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但是现在还用得着黄志成 他只能乖乖地讨好原家 但郭成健的公司被查封之后 他便消失不见了 手机都显示是空号 待人找到张斗七的住所时 发现里面早已空无一人 普希珠终于可以对着黄志成大发脾气 刚刚抓起黄志成的衣领 郭成健便换了号 拨打了过来 提出 要让他明天将三百亿袭出来 为了弄到钱 普希珠找到了高层 他只要张斗七当时贿赂属于他的那一份 然而高层对此大发雷霆 不谢普希珠的要求 普希珠对这群人终于忍无可忍 迟知道拿钱 不知道办事 现在他负责处理后事 高层竟然还在说风凉话 不管你们怎么样 钱明早一定要捡到 否则大家一起玩玩 他的背后 有一员大佬的支持 还会怕谁 接下来 只要把泄露名单的锅甩给李江石 找人伪造他自杀的假象 媒体也就不会再追究 就在要杀死李江石时 他透露出一个消息 之前崔昌直那个老头 故意给他钱 让他说谎自己被骗 伪造自己是散发名单消息的人 普希珠预感 这个可能是黄志诚下的套 在黄志诚和郭成健交易成功后 将他抓了起来 手下跟踪郭成健的车来到一间别墅 本想一并抓获张斗七 没想到张斗七和钱都消失不见了 他只能再次恳求黄志诚协助调查 要不再抓张斗七之后死 要不再没抓之前死 只不过这一次 黄志诚必死无疑 其实黄志诚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张斗七 几年之前 他被张斗七抓到 张斗七告诉他 杀死他父亲的人是普希珠 现在所布下的局 都是为了吊普希珠上钩 这一天 议员和高层受到了被拍的照片和贿赂名单 发见人就是春子 他越高层在当天晚上见面 与此同时 黄志诚等人也来到交易的场所 普希珠现在不需要黄志诚 只需要守住戴兔 等待着张斗七 命令最深的手下高斗七将他们带了出去 正当洋洋子德 做着升官发财的大梦时 黑市兑换人员打电话告诉他 他的可转让存款单是假的 更为震惊的是 张斗七竟然是黄志诚假扮的 饭店地下室的声音是他提前录制好的 和郭成健会面也是他乔装打扮的 三人组包括郭成健 全部都是假身份 郭成健的媳妇也是因为被骗自杀 高希东是最开始跳楼泰东的哥哥 为了接近普希珠 故意坐了一年牢 春子和金科长是普希珠的同学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给张斗七打掩护的那些人 同时春子将议员和高层都诱惑了过来 几个人在工厂相互指责对方的过错 相互抱怨 然而这一切早已经被摄像头 时时转播了出去 最终受贿的人全部被曝光抓捕 黄志诚做的局总算是成功完成 看着目标人物的相继落网 现如今只剩下了唯一一个大鱼 张斗七 新的计划即将重新复署 到此电影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骗子 作为一部犯罪剧 节奏把控的还是非常可以的 一环套一环 处处都是陷阱 一不小心 便会成为别人网中的小鱼 自以为自己是捕鱼达人 没想到 只不过是别人鱼沟上挣扎的死鱼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